塞速球 內角高 五棒是不是 打完之後會有打到補手 應該是揮完之後的魚式 一個瘦棒繞過來 打到正中魚了 這其實都蠻危險的 這種揮棒軌跡 這種好像有敲到補手 來看一下 插棒球之後 然後左手這邊 這個 好像是在拿手套 手腕在上面一點點這個位置 這邊 而且球棒那個轉過來魚式的 力道是非常強 在手腕附近趕快進行一個 簡單的治療 傷勢 對於接下來要接球 手部的一個靈活性有沒有影響 黃偉晨也趕快跟 先輩說一下 不好意思 不小心去打到的 不要兩塊 依舊是一個二三流炮車的局面 單場的第95球 哇 這球漂亮的來了 搭著揮棒樓空 形成了第二個出局數 比賽古靈瑞昂所投出來的第7K 來外角 訴求還是繼續來 151 這個時候化解了失分危機 古靈瑞昂送出了單場的第8K 目前在前面五局打完 同時戰士以2比1 領先出場的復伴和獎